这两天网上刷到的视频显示有一个男子抱了一片大树叶上飞机 这事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抱一个树叶子去坐飞机呢 而且显然这个男子是买了两个座位 有一个座位是专门用来放这个树叶子 那这个事情很多网友搜索了以后就发现 哦 是我们自己大意了 因为搜索下来这个叶子是火鹤王花竹 这个东西是非常珍惜什么南美的一种植物 它是朋友赠送给他的 当然买飞机票给专门为这叶子买飞机票是肯定值得的 但是呢很多人也认为携带植物 特别是这种珍贵的植物上飞机 是不是不应该啊 其实这位男子在上飞机前已经查阅了相关资料 并没有相关的禁止 所以航空公司自然也没有阻拦他 带着这么一片几万块钱 价值几万块的叶子就上了飞机 那这一块这一片叶子如果死掉了 真的是很可惜啊 当然他不会那么容易就死掉 当然一种好也不容易 我想世界越这么大 越来越多奇怪的事情 但是真的就这样的珍惜植物 卖那么贵的价格 我实在是无法理解